欢迎你回到节目现场 白宫新主人全球秉席 带TVBS56频道与TVBS新闻网合作 连续四个小时的美选特报 带您持续关注2020美国总统大选 美选开票的最新最及时的关键资讯 都在我们TVBS新闻网美选专页 让您一秒就看懂美选 大K 是我们再来关心一下 现在最新的一个票数 待会票数现在是很激烈 不过我们现场有新的来宾加入 是资深媒体人陈凤鑫 凤鑫姐你好 大家好 凤鑫姐 现在选情还在焦灼当中 不过有一个东西也很焦灼 就是大家一直在讨论 到底有没有蓝色的蜂巢 蓝潮出现 我们列了四个可能的结果 现在如果总统是拜登或者是川普 各种不同的颜色做一个区别 现在原本想说蓝潮出现的话 应该是拜登拿下总统 参议院也是民主党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 基本上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整个财政之机 大家看到有三个心号 代表它的刺激方案是最多的 基本上对于股市其实影响 反而是正面的 不过刚刚这个广告时间 跟凤鑫姐稍微小小聊一下 他觉得可能民主党要全面执政的几率 是非常非常的低的 反而他觉得可能 川普可能会拿下这个总统 甚至连参议院都是由共和党拿下 就变成这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也不错 对整体的经济来讲也是属于扩张的 然后有两个钱币的符号 基本上也是不错 不知道凤鑫姐 怎么样做一个最新的观察 好 因为我们其实在看 美国的选举的时候 他这一次是又选总统 又选参议院 又选众议院 又选州长 当然他除了总统之外 其他的参议院众议院跟州长 不是全面性的改选 所以大家才要去关心说 到底每一个是由谁来主导 目前州长是已经全部开完了 那在改选的州当中 很明显的共和党 其实是大获全胜 共和党大获全胜 大获全胜 所以在改选的州当中 共和党我记得是赢了八个州 然后民主党只赢了两个州 三个州还是两个州 反正最后的结果 现在共和党掌握的州 是27个州 而民主党只有掌握23个州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 其实我觉得州长选举 是一个小小的总统选举的 一个翻盘的一个缩影 接着大家看到的 当然就是参议院的部分 因为众议院改选的席次 大概不是那么多 所以它影响结构不会太大 但参议院这一次 改选的席次其实满多的 改选了35席 那么原本改选的席次当中 共和党被改选的比较多 就他只保留了30席 剩下来他都要改选 然后民主党这边 被保留的比较多35席 被改选的比较少 可是现在看起来是46对46 也就是共和党在参议院 又多了16席 30加16 而民主党它是也是46 但是它是35到46 所以他只拿了9席 因此现在看起来共和党 而且现在在开票的过程当中 没有开完票的 也是共和党领先的多 所以共和党在参议院 继续过半的几率 所以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大的 最后当然就是关键是总统的 我觉得这一次最戏剧化的 其实就是美国棋子的表现 棋子随着总统的选举 而有大幅度的这种 云霄飞车式的表现 我在今天中午之前 我看到美国的电子期货盘 一度曾经拉到平盘 甚至于小黑 但是随着开票的结果 我觉得美国人比我们会看 我们要看我们都是看说 现在拜登拿多少选举人票 然后川普拿多少选举人票 他们不是这样看的 因为他们知道有一些 反正固定都是川普的 有一些固定都是拜登的 他们只看摇摆州 他们就是看着 眼看着佛罗里达川普领先了 眼看着北卡罗纳州川普领先了 乔治亚州川普领先了 威斯康辛 密西根跟兵州 川普领先 他们就觉得反而是红朝 所以反而是川普现在赢的几率 非常的大 所以最戏剧化的是 美国的期货盘当中 科技类股盘中曾经一度大涨4% 为什么有这个变化 我想其实主持人非常的清楚 因为川普主张减税 减税对谁有利 你越会赚钱的公司越有利 谁最会赚钱 美国科技公司最会赚钱 所以本来拜登要加税 科技股就下跌 所以你看科技股其实过去已经整理了 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相对来讲 过去这一个月 是美股当中比较弱势的 但是随着川普有可能 继续的连任成功 你就看到美股当中 纳斯达克就最强劲 到底川普会不会连任成功 现在还没有完全开出来的 大概1 2 3 4 5 6 7 7个州 7个州里头 只有1个州目前是民主党领先的 剩下的6个州全部都是川普领先 可是最后决定性的一定是3个州 滨州 威斯康西跟密西根州 这三个州号称北山州 北山州最麻烦的一件事情是 他们的邮寄投票都是可以在 今天之后收到的还继续开 只要你邮桌是11月3号 那么宾州可以收到11月6号 有的甚至于可以收到一个礼拜 所以密西根州 威斯康西 宾州都不会现在立刻开出来 目前是川普领先 所以这也是川普在昨天 其实就释出了一个讯息 他说他要组一个千人律师团 进驻到哪里 进驻到宾州 甚至他强力的要监票 在宾州这个地方 就像刚刚凤馨告诉我们的 虽然现在开出来的票 选举人票看起来是川普落后 可是在关键的这七个州 尤其是都还没有开出来的 这七个州 全面几乎都是川普领先 难怪这一个凤馨姐 今天穿了一身红色喜洋洋 他就预测 预测成功 是 当然我们现在没办法说 到底是川普赢还是拜登赢 因为票都还没有完完全全开出来 不过就以我们现在看的 开出来的选举人票来看 川普拿到的是213张票 他拿下了23州 而反观拜登他的票出 选举人票是比较多的 他是拿到了238张选举人票 拿下的州数是21州 不过最关键最关键的这七州 还没有被开出来的灰色的这些票 包括威斯康辛州 密西根州 冰州 北卡以及这个乔西亚州 到底是谁会拿到这件事情 可能现在大家都睁大眼睛 还在关注中 不过目前是川普领先 对 就如刚刚我们提到 包括凤馨姐还有前子 其实都穿红色的还真巧 你们暗地钢川普助选 没有关系 那你穿蓝色的是希望拜登赢吗 我是平衡 因为一个红一个蓝 我们新闻要做平衡 没错 我想要追问一下凤馨姐 因为她是资深的财经媒体人 你刚提到现在可能 红色领先的机会比较大 不过我们让大家看一张图 其实不管是川普当选 或者是拜登当选 其实对于未来美国的经济 基本上投资人 可能还是可以做一点点 小小的期待 因为不管谁当选 我们先让大家看一下 这些是二零二零年 不管是民主党或共产党 当选的话 都会受惠的相关名单 有 因为两边都要做基础建设 比如说川普提的 大概是一兆美金 那拜登是四千亿左右 财政志心 我相信民主党的这个金额会更大 那当然这个美国 撒了这么多钱之后 美元一定会走落 美元走落的话 原物料的这个价格 就会起来 所以这也可以做一些留意 那甚至美国最近 除了抢枪之外 其实美国最近的房地产的价格 大家去查一下 表现得也不错 所以相关的耐久财的部分 大家也可以做留意 那不过还有一张图 要让大家看一下 就是不管是川普 或者是拜登当选 他们在当选之后 美国债务占GDP的比重 观众票会越来越高 但是看那个之前 这个股民也不用太过担心 因为不管是川普当选还是拜登当选 其实股票基本上都是呈现上涨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简单请问一下 这张来了 就是这张 很重要的这张 画面上红色线是如果川普当选的话 美国债务占GDP的比重 是一路往上 但是更重要的是 如果就算是拜登当选的话 是画面上深蓝色这条 一样这个债务占GDP比重会越来越高 所以反正全世界就是钱会越来越多 撒得越来越多 所以短线上可能行情会受到 这个消息变的影响 但是long term来讲 这个热钱终究比疫情可怕 热钱可以改变选情 怎么做观察 当然我觉得目前现在美国 有一种庆祝的心态 那个庆祝是说 反正选举可以顺利结束了 因为刚刚讲了 不管拜登或川普谁当选 只要顺利 市场都找得到 让他上涨的理由 我觉得市场现在抱持着 因为钱这么多 我们要找理由让他上涨 所以你只要不要选举僵持 导致美国暴动 美国股市其实都是正面的消息 这就是从礼拜一礼拜二 一直涨到现在的美股气候盘 那个棋子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但是是川普还是拜登 他其实在类别上 确实会有一些不同 差别最大的就是科技股跟绿能 科技股的部分喜欢川普 因为川普他减碎 对于科技股是有利的 而绿能股喜欢拜登 因为拜登他强调要干净能源 所以他会补贴绿能 现在看起来市场是反映 川普的几率是比较大的 可是就大的结构来看的话 美元继续走弱势 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 因为他既然背负了那么多的债务 可能美元走弱势的这样子的一个格局 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不过今天虽然是庆祝行情 可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因为他有可能会成为拖延 因为刚刚拜登有上场 那么他上场呼吁大家说 我们表现得很好 所以会不会僵持 而无法有选举结果 因为我讲了密西根州 冰州 他们都要开很久的票 那么会不会两三天内没有结果 这一点其实是要注意市场的反扑的 是 好 非常谢谢凤夕姐的一个分析 对 刚刚其实拜登也有出来喊话 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冷静 可是相信美国民众 有他们自己的智慧 能不能保持冷静 还是说会陷入一个暴动的状况 我们大家持续也锁定我们TVBS的 相关的频道 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我们的帅将军 你觉得现在这开票还在交组当中 有什么最后要做补充的 我觉得美国大选起码 还要动荡到一两个月 那么无论谁当选 对台湾的影响并不是那么大 我倒是很担心台湾的危机 在最近这几个月要谨慎的应付 当然台湾最后的未来 要根据这一次的 到底谁当总统有一定的关系 阿斯陪你帮我们补充一下 在投资面部分的一个补充 目前道琼指数电子盘 在目前的情况是由红翻黑 纳斯达克指数也收敛了涨幅 似乎对于五五波 无论川普小胜或是拜登小胜 可能双方目前来看都没有 可能有到完全接受的一个态度 所以投资朋友要观察电子盘 以及美股的表现 就会知道说目前整个美国选举 是不是焦灼 还是有一方完全的胜出 因为不但要完全胜出 还要另外一方完全的认输 所以如果只有胜出另外一方 另外一方不认输 整个对于股市的影响也是会扩大 最好的结果就是无论是哪一方胜出 但是尽快底定的话 对于股市的刺激都是正面的 因为两方对于经济 对于股市短线上 都是一个正面的刺激 所以短线上会因为这些消息面 在股市上影响非常大 所以建议投资朋友们操作上还是先谨慎 等到整个选举完全底定 明朗化之后 再来进场会比较稳定一些 阿斯匹林建议投资人 要确定美国总统谁确定当选 而且没有暴动之后 再做一个比较大量的明显的投资 最后三分钟请教一下 我们的凤鑫姐 凤鑫姐你觉得这时候最后要关注什么 关注三个州 北山州 滨州 西方州 威斯康辛州 因为现在的僵持很简单 就是因为大部分这些州 他们的邮寄投票是比较晚开的 邮寄投票的开票 其实是非常费人工的 他要去对照说 到底你的签名对不对 然后接着大家两边的人都同意了 才能够开封 所以那个其实如果他是后开的话 他确实会耽误很多的时间 再加上这三州 刚好就这三州 滨州 威斯康辛 以及这个密西根州 他们都是容许你 11月3号的邮戳为平 然后你只要在期限内 寄到投票所都算 所以现在我相信美国人 现在最担心的一种状况是 这三州目前都是川普领先 可是如果随着邮寄投票 因为邮寄投票 民主党的几率比较大 比较高一点 然后就越开 好像就越变成了拜登的话 你可以想像得到 在任何一个国家 另外一边的支持者 是不会接受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 美股的期货的这个电子盘 你看到道琼小跌了0.2% 由红翻黑 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市场对于这一种 万一出现这种情况很焦虑 但我觉得无论如何 美国分裂定了 因为你看每一周都是乡村包围都市 都市都是民主党的 乡村都是共和党的 纯粹看那一周 是乡村的人比较多 还是都市的人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那个都市跟乡村的 那个距离感的拉锯 变得更加的遥远而且敌意 所以这是一个分裂的美国 而注定他要分裂 未来的四年的时间 对于全世界都会产生重大冲击 不只是川普他所带领的那个 反全球化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当选民告诉美国的政治人物说 他们不想要再继续全球化 我觉得对全世界都会产生冲击 好 非常谢谢凤馨姐的一个分析 更多的美选消息 前子以及唐湘龙在后面三个小时 带您解析及持续续续续续